出位认断 兔子怕猎枪 小孩怕没娘 耗子怕猫,猫怕狗 小鸡子砖怕黄鼠狼 契船就怕干烟呛 腿脚不灵,怕上方 唱曲的就怕公牙嗓 坐车也怕老怼上 鱼怕亡,人怕将 聊天就怕抬死罢 哈利波特怕里根 说相声最怕死皇上 几句惨词 有个观众可能听不明白 为什么哈利波特怕里根 给您稍微解释一下 今天这两个人说时间有点太多 给您说不够点不行 各位花这个是二十块钱票项 我不知道票项多少 你花二十进来 门口接不着 刚才我看好家伙都吓一跳 上面还写着金克武 张松献图 还说这三国演义里面 张松献图 我今儿没来啊 你怎么写啊 这就算商业欺诈啊 怎么告诉什么 你不给人家什么 这算商业欺诈吗 而且是观众 咱们有老观众 有新观众 有的可能 根本就没来过德云社 今天头一回来 上了这个卖票大姐的当 进了这屋了 对面票买不着 票贩子买得太贵 卖票大姐告诉我 这屏肤还有苏尔纳 二十块钱这便 你就进来了 进来一看才俩人 您这咱评两眼说 我要是作为您各位 咱就逛动物园还电视电视桌看了 对面相声那边十好几个人 往台上一站 多美 我们这上的 就大爷子的往这一坐 说书都得坐着 就俩人 本来还少一个 时间就 不是很充裕 给您多说点 闲板 让您听着 有点滋味就行 把别的书我往这个书里边揉一点 咱们说一下 里根儿给哈利波克 哈哈哈 这个前不久就是这台摄像机刚要问 路的这个 德云三队的一位著名青年评书表演艺术家 名叫郭曾福福路受习 那么四位 后来有一位退出了 再往下我们一个师哥 刘景天 李景琪 李景琳 还有一个我 郭景明 一名了 郭景明 后来有一个师哥又退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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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天呢就是原谅我们这大义师哥 不算退出个单飞的 就跟曹文金老师 他们就外出自己演出了 我们师父当初也是表示支持 孩子大了 自己创造江湖也是应该的 这个李景琪 就是李根哪 这是我的师哥 西河评书这个 前不久 就在这个舞台上 说了一段评书 叫哈利波特 这个说完之后啊 就有人把这录像传到网上 我那天想啊 现场来我看一看 学习学习 后来我琢磨了半天 没敢来 我怕万一我师在人路上来揍着一顿 就不合适 论打架吧 我当过兵他还打不过 咱不能来 我就看录像 看录像 看录像之后我这乐的 打头我乐到围 包树可乐 我气乐 他这书啊 我就怀疑 他能不能说到哈利波特与死亡盛气 我就怀疑啊 因爲什么 他这第一回就已经把他这个书用了好话说就跑死了 怎么跑死呢 前边他说的很多跟后边你连不上 你说这个说书啊 这个说好了不容易 说坏也可以原谅 有一点是不能原谅 就是你别糟蹭这个书去 你别说有好有坏 因为有的书这个书不怎么样 拿过来之后经过演员的加工 我给人说的让你听起来 这个比较形象比较生动 这可以 这个书本身好 那你就得慎重 他书本身写的好 你说三国演义 西游记 《红楼梦》为什么没法说呢 这书太好了 哪个说书敢做着说《红楼梦》 您听电台里边连丽如先生说过 刘兰芳先生说过 但是说书称先生 虽然是女士 但称先生 他说过 但是我个人来说 他有录像这个女士 你传出去要不怕 他说的不尽人意 你当初拍《红楼梦》电视剧的时候 好多人就说 那《红楼梦》 那是什么 中国的百科全书 相当于巴尔萨克的人间喜悦 你这个 一个标点符号你都不能动 你敢拍电视剧 但那时候乍着胆子呀 拍啊 里边好多这个当时的名家 后来都去世了 那个最最有名的 现在还活着的周武昌 同学大家 那会参与这个电视剧的这个编撰 我的一个伊老爷 他在石家庄是当初河北城省文联的主席 当初没有什么名气啊 他姓贾 那会拍《红楼梦》在镇定中国府 正好在石家庄边上 剧组当时上我老爷家 我老爷多大能耐啊 我这个伊老爷 你想他省文联主席啊 他家里边我小时候印象 一面墙全是书 书拍板 他的书很少有横拍板的书 那会来的时候 我说那《红楼梦》那是怎么怎么回事 你得说一说 我这伊老爷靠着一个份 身体不是很好 逼着眼 蜜脸就 把那个书架上那个拿起来 你看着 是拿着这书拍板的 架树板的事 你看还有 第几回 再第几印 第几哈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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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他不看 就这么大能耐的人 参与拍摄《红楼梦》 最后连个名都没挂 你想他最后写艺术知道 能写上名 那帮人得多大能耐 就是当初拍《红楼梦》 那说书呢更难了 你再看头两年那《红楼梦》 好家伙 拍聊斋要找他们合适 一个个身头威脸 这书越好越不好说 你得对人家援助负责 哈利波特这部书呢 我个人来说 我不客气说啊 全世界一共有二十多万的哈迷 就是哈利波特迷啊 您看过这电影 这几部一共八部电影 七部书 最后一部翻成两部电影 您这八部电影 你全看过 你不算哈迷 哈利波特你由第一本 你看到第六本 第五本 你看到第五本 你都不算哈利波特迷 你得从头至尾 看完了 你要不喜欢 你也不算哈迷 全世界总共二十多万 我代表这二十多万的哈迷 我送给李根那几句话 就你会说我们的哈利波特 来说 哈哈哈哈 不要胡说乱说 假初会说 说坏了我们的哈利波特 哈哈哈哈 从我个人角度 我不否认李根的评书水平 他在技巧这方面 他在技巧这方面 整个德云社所有参加说评书的演员 李根是做技巧这方面啊 评书的基本功 连高峰高老师都算上 高老师技巧功都没有他扎 他打小做科他先学评书 在取笑那会儿两个老师教过他 现在青年评书演员最有名的 一个宋丹红宋女士教过他 关永超关先生教过他 那他那个技巧功 而且他做人来说很下功功 平常字儿或儿父 自己没事 后代同本书又看 拿着就背 很下功功 这点我不否认 可有一天 他这下功功下的 不是地方 怎么叫不是地方 我听到他这哈利波特 刚上了这个头几句 哎 我眼前一亮 行 按照他这个功底说的 也不合适 他能说 前面说霍格沃兹 他叫霍格华兹 他能按照台湾翻译那版说回来 三边靠水一边还山 山脚下没有水在路程 说这个 霍格沃兹这边我们打开脸啊 这不讲 歹歉了 到后面邓布利多一出来 我一抖冷手 我说干掉了 他说没法说 一张嘴 邓布利多 阿布斯 邓布利多 他不说全名 这还有情可怨 说书 这个也算书胆式的人物 应该说全名 阿布斯 波西伯格沃 乌尔夫利克 布莱恩 邓布利多 你说书必须得出全名 震三山峡五岳 赶浪无死鬼剑头 大托鬼王 下后上渊 你说三峡岳那边全名出出来 他说邓布利多 没说全名 我一撇嘴 他前面那个十二本龙鞋 他都说了 那么难说的 他都断统出来了 怎么到底全名字不说呢 一说邓布利多的岁数 他更没法说 五百岁 邓布利多是老校长 他不是老王吗 五百岁 他看了哪版 他可能看了阿尔巴亚翻译那版 怎么这五百岁都出来了 邓布利多生于一八八一年 足于一九九七年六七月六月二十六号 应该是这个日子 如果没记错啊 生一八八一年 一共活了是一百一十六岁 在他五十多岁那年招收的弗底摩 弗底摩跟哈利波特斗的时候 他留那个日记在密室里边 那会儿十六岁 六十年之后密室再次开放那会儿 再跟哈利波特斗 这正好应该是七十多岁 跟弗底摩一块同学有吗 有 就那大胡子海哥 海哥 他跟弗底摩算是同学 这个哈利波特的父母 李李波特包括詹姆波特 这两个人 这都是在他后边的这个学生 这后几届的学生 弗底摩算学长 那个传统书说这叫学长 他说这个邓布利多这个五百岁 我说你这要说到最后 你说到混血王子 邓布利多死的时候 你批不批呢 这个人物你必须批啊 说三国演义 袁国诚先生 批到诸葛亮去世那点的时候 一整回半个钟头 没说别的 就批诸葛亮这一生 为什么 这是书版 邓布利多你不批行吗 你倒是回去怎么批 一开脸 邓布利多鼻如玉柱 只看过哈利波特都知道 邓布利多鼻子是歪的 他张嘴鼻如玉柱 他给邓布利多刻画形象 好 活头一摊上老君 唯一不同的就是头上秀的是天使 哈哈哈哈 你扯扯了 而这后人说还得批啊 他这鼻子怎么歪的 他跟他朋友哥林德我这两个人 争夺老魔障的时候 一个魔法念歪了 他把他自己亲妹妹给打死了 他还有一兄弟叫阿布福斯 阿布福斯一圈 把这哥哥阿布斯邓利多 这鼻子给打歪了 这后文书得再批 他这书可好 后面詹姆佛特丽佛特 俩人谈恋爱在冰山背后 准看了三下见了 冰山背后 我想知道他探不探地球 这后面有没有毒蛇 他这个书啊 哎 没法评价去 相比较来说 鸡后那个张松献图说的还是很不错 你知道吗 这有今儿小鸡没来 白捧子 咱们书归正乱 说咱们这八仙 想起他这是我的恨 上文书 正说到 还等了很多 正说到 张果 就是咱们这八仙里边的张果佬啊 这会儿还不老呢 年轻时候修道 张果跟他的生身之母 罗元罗夫人 田罗精 好 他父亲张天成 一家三口 在通会女道人 一个狐狸精管事啊 通会女道人带领之下 来到东海岸边 拜访当年张果前一辈子的朋友 龙爷平和 后来四海龙王的父亲 来到这会儿 平和龙王问张果 说这次令唐大人在海中做一个道场 这田罗精啊 在这个得道之后害的人太多 说这怎么能修成正果呢 你得做一个道场 把你当初害死那些个人 抄诺一下 你才能得成正果 这是太上老君 给罗元布的这么一个认 平和就问 说令唐大人这次这个道场 唯恐你当年那个兄弟焦龙精前来捣乱 如果他知道他必然来捣乱 他这次道场一做道场这个法师 得是德高望重 得有真本事 不知道这法师选好了没有啊 一看这狐狸精是不是你啊 通会女道人不是 第一次好 做这道场这法师可比我有能力 这位原本是上界天神 绿皇大帝手下一个思乡先例管烧香 因在上界 绿皇受臣之日 他跟一个思花仙女 两个人口嚼了几句 啊 可以里边吵了几句架 口嚼几句 被绿皇大帝发下借来 立经时事 共以本性方可重登天庭 如今 这位思乡先例已经转了时事 那么这位思乡先例是谁呢 书中暗表 就是后文书 咱们这位贴怪李李轩 贴怪李 偷胎下界 咱们甭叫思乡先例了 教师方的贴怪李 偷胎下界转到第九世的时候 这九世全部偷胎在李姓的人家 转世投胎 整九十里 全都姓李 为什么呢 这是太上老君的安排 这姓李的可不是别的人家 跟太上老君同宗同族 一只一脉传下来的全姓李 我不定投到 这比如甘肃 这投到河北 这也是投到河南 甭管是投到哪儿这几周 准是太上老君同宗同督 这个意思就很明白 将来准是要收他做徒弟 因为后文书咱们再说点画张国 点画何仙姑 点画吕东斌 这几个人都不是太上老君主义 有的可能是天外里去点画 有的是别人去点画 九天选举点画的何仙姑 后文书咱们再说吕东斌是东华敌军 点画转世吕东斌 点画汉中林 唯独这个铁拐礼 这是太上老君亲自派人电话 投胎九世到第九世的时候 已经是一位得道的这么一位高人了 活一百多岁修炼了一百多年 须法皆白这么一位李老道人 这天这位李老道人 独自驾着夜偏招行驶在大江之中 杨子江心自己拉着船架划着船 嘴里叨叨念念 把我能当起伏 这船往前走着 正走在杨子江心 就看游打上游 飘过这么一宗东西 这宗东西 远瞧着呼呼呦呦 静看飘飘摇摇摇 船上有一个撑船的那个船膏 大长竹竿做的 拿着船膏 一蹲冷一看 呦 飘着这个什么呀 是一人 可不知是死是活 这是覆水的 过去老话覆水 现在话叫游泳嘛 这是后来的流行名词 覆水怎么不脱衣服啊 这是死的还是活的 得看看呢 拿着船膏 一撑这人 这人在水里边一打个 这脸就翻上来了 给李老大人吓一跳 这是一句死尸 而且还是一个女子 一看在这水里啊 呆的时间伏是不短了 怎么呢 已经泡起来了 你看这个人有这个 头僵自杀的 他跳到水里边 当时扶起来 泡这么几天就起来了 因为他这个秘密就发生变化 刚跳到水里 人身体这个密度 跟水的密度是差不多的 具体多的密度呢 这可以咨询一下高峰老师 他学水产呢 这人在水里泡一阶段 他就浮起来了 拿着床膏一撑过来 一看这脸 跑辣 哎 当时李老道人 好久颜面 不忍心看 出家人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您看这个 说这个西游记里边 沙僧拿的那宗兵人 月牙方便铲 他里边的铲账 水湖传里边 鲁山拿的也是月牙方便铲 那为什么叫月牙方便铲 前面月牙子 这是冰准 后面铲着干 怎么叫方便铲 走在路上 有白骨献天的地方 旧事给人买了 这叫方便铲 出家人行方便之门 我应该救她 那么这个女子是谁呢 就住在这个杨自江对岸 这个地方就南徐州 应该可能听说过徐州 现在这个山东徐州 还有这地名 这是个古地名 你听这京剧 没有这个陶公主三上徐州 三国演绎 这南徐州是什么地方 就是现在的镇江 这个地方现在出米醋 比较有名 早先这个镇江不叫镇江 这是在宿朝以后 起的名字叫镇江 最早依着这个徐州 大禹治水定九州 其中就有一个徐州 依着他定的名叫南徐州 因为他在黄河流域这边 依着这儿算 就已经算很靠南边 南徐州 就住在延宛南徐州 城郊外边这么一个村子里 这姑娘姓马 马的姑娘 过去这个旧社会 妇女没有地位 姓什么叫什么事 马氏 村里边人管的 叫马的姑娘 没有名字 马的姑娘家里边 他这个父亲呢 原来是一个读书的书生 这个半更半读 隐居 读书 我在家里边种点地 也不打算说 只是读书我就 发官得作 遵马得其 没有 就在家里边种点地 西夏只有一女 就是这位马的姑娘 年长到一十八岁 姑娘不小了 得许配人家 这位马学士 这位马老先生 有那么一位朋友 他这朋友是焦书先生 这焦书先生手底下 有那么一徒弟 姓古 书里边没提名字 咱不能胡说 叫古书生 这书里边原文写的古书生 这古书生小伙子不错 年长二十也没有取亲 后来两方面觉得挺合适 商商量量 一败花堂 这两家就算做了亲了 马的姑娘 嫁给这位古书生 这两家都不富 很穷 古书上也是念书人 没什么能耐 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人了 上面有这么一位高堂老虎 父亲早年去世 嫁过来之后 这位马的姑娘非常的勤劲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 湿的屋子 外边挑水 回来做饭 上炕一把茧子 地上一把铲子 什么家伙活都湿的起来 家里边老这么穷也不是个事啊 这马的姑娘劝自己的账户 就说你得找个营生 做点买卖 挣点钱家里边穷 你还得孝敬母亲 这位母亲书中漫表 这可不是这位古书生的亲马 祭母 而这些年过得倒是相安无事 这祭母对她不算很好吧 可也还说得过去 这马的姑娘给自己丈夫出主位 说你得做点买卖 古书生说我做什么买卖啊 我一念书呢 没什么能耐 我算账 账头我也不清楚 你练哪 什么东西就家库练哪 全部捋手 取不离口 是吧 老练就能练出来 好 做买卖呢 跟自己母亲这么一回调 这母亲呢 就这位古太太 古夫人 你说这个我想坐在买卖 可以啊 你做吧 支持 也表示支持 做什么买卖呢 托朋友 买了这么几斤羊肉 上口北那地儿放点羊 宰两头 运回来 宰这羊 就卖羊肉 老北京过去这个卖猪肉那边 叫肉岸 羊肉 就羊肉床子 跟着肉这儿放 古书生呢 自己坐在这肉岸后 拿点书 每天往这儿一坐 就坐在肉岸后边看书 有那个 哥现在话说逛菜市场的那个大爷大妈 胆子过 有想买肉 在那儿站一会儿 拿两块肉起来看一看 看看这肉 再看看这书上 看看这书上 再看看这肉 人就料了 牛头就走了 怎么呢 人家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家买卖 咱正常做买卖 来煮了 你得照顾 站起来又 您来买肉 买多少买什么 买什么是这个羊后腿啊 李爷 你买什么 得问 这位妹妹 拿着书去坐着看 他也不见书生了 就往这儿一坐 面无表情 简而言之吧 这买卖 现在话说开了一个礼拜 七天过去 一个主顾都没有 他媳妇来问 你这怎么没卖出去 我也纳闷 没人来买肉 你说这地方接着人来人往 肉七天放坏了 你就说再近两头羊肉了 这没有本钱也没做出买卖去 就这点钱还是跟人借着呢 和同伙好友 有家里边富裕的 住的发头 家里富二代的跟他借点钱 是吧 没有本钱 说这个羊肉你就卖别人告诉你 你得要我 这媳妇来了之后看他这卖肉 你卖一下我看看 在旁边这一看 他这坐着打着书 你拿书干什么 你得站起来 既一围裙 你拿着刀 在那一站 谁来的汤汤切肉 你得给这十刀 哦 他就这么一回 是大师啊 站在这儿 他一书上 文胜公子场阵一穿 虽然说不是很富裕吧 袖口上还有一补丁 穿得倒挺干净 既一围裙 你想一个念书人 既一围裙拿把刀 这手拿着切肉的刀 这手 哪可出 总 怎么没人买呀 有的主户来了 一看拿着刀 知道卖肉的一问多少钱 我这肉啊 现在话说比如二十块钱一斤 你还卖二十块钱一斤 人那边街口那都卖十七块钱一斤 你怎么卖二十 我进货的时候我就进到二十啊 我就赔着卖我这二十我还卖 现在羊肉涨价了 这国家不动这儿 自由不动 烙价了 烙价了就赔了 那管不着你 您这儿太贵不买您的 回去跟自己这位媳妇一商量 马到工医院说 你这个羊肉涨价子 问问什么肉便宜 上街上一扫 现在牛肉便宜 好多一个 弄点牛肉 跟那儿买上 还是拿着刀 捧着书 往肉按后头一站 又过七天还没开张 怎么由主顾来问 您这儿牛肉多少钱一斤 我牛肉二十二 现在这儿牛肉 人都卖十八 你怎么二十二 我进一家就二十二 烙价了 烙价我就赔了 赔了管不着你 这个又走了 这古书生心里面难过 怎么我这卖羊肉 牛肉涨价 卖牛肉涨价 都以好主意 古书生不傻子 什么办法 把这两肉一块 哪个涨价 我抄上哪个 哪个烙价 我不理他 咱不赔不赚 这也是个好主意 牛羊肉都进来 转天要开张 街上贴一告上 周康王一到圣子 未给母亲过寿 天底下不许杀生 说白了就不许卖肉了 古书生一抖了手干了 这可怎么办 做这点买卖 买这点肉 家里所有积蓄可都没有了 回家子跟自己的这位夫人 跟老娘一商量一说这事 咱说穷炒恶斗 穷炒恶斗 家里边一穷了 各种矛盾 它就爆发出来了 很多人认为这个家里边有没有钱 跟这个家庭的幸福指数没有关系 错了 这家里边是太穷了 他也有矛盾 那不是那个家里边这家这两口子穷 没钱 但是夫妻很恩爱 这种事情多半都出现在作者的笔下 就是文学作品里边这种事居多 实际现实生活当中 咱人都得活着 得吃饭 家里边这位古夫人 古老太太 就是古书生这位继母啊 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省油的刀 小心眼 而且这位古老夫人 在他们家周围这一片人缘不是特别好 这马的姑娘一过门 所有见过邻居 跟这马的姑娘关系不错 沈大娘有时候一块洗衣服 叫着马的姑娘走一块去 端着粉洗衣服 没带着那个杂衣服帮着我借给你 跟这位古老太太可不说话 为什么这个人刁针刻骨 而是说话 咱刚才不说 说话聊天就怕抬死了 盖头 人说一句 他把句话跟他那等着 时间一长接往邻居 谁都不乐得理他 家里边这一穷 这颗老太太 见天找去那儿子的不是 过去老说这话 加汉加汉 那就穿机吃饭 我嫁给你爸爸一天叔没想过 你爸爸死了 就说我不是你亲妈 你得笑笑我 要不送你五腻 家里儿熊成热样 见天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这日子不像过子 你说你一大小伙子 你往那一站 你也一人来高 你往那一坐 你也半生多长 你往那一蹲吧 原来也看着像个人 你跟地上一盼 妈我错了行吗 哈哈哈哈 那倒是起来 你这儿让我满地打鬼 哈哈哈哈 你说你这做蛮子怎么就能赔呢 好在 这位马的姑娘 比较通情搭理 就说家里熊 没有说数落自己丈夫 不是 家里熊你不会做蛮子 没有 一句狠话没说过 没抬股杠 没半嘴 这两口没疯过点 那天 古书生家里边 来这么几位客人 谁呀 古书生的同窗好友 都一块念书的 师父之地 来看看 就说做蛮子 这个卖肉赔了 我们给您出一主意 什么主意 您这个书生卖肉 这本身这都不合适 咱们文志彬彬 你穿的有着麻花的 你再拿把刀 看你就不像怎么回事 我们给你想一好主意 你这卖肉 有一个赔本不赔本 你放时间长 那个肉变质 你这一变质了 这肉一坏了 你卖不出去 你就赔了 你做买卖 你进点货 进点那个 不容易发生化学变化的这个东西 就不容易变质了 什么东西呢 说几个 穿的主意 我们有手巧的 上山看点猪子 做些扇 有会写坏话的 这个 写个诗 那个 做个曲 这个画出坏 给弄点扇面 你把扇子沾好了 第二天拿出去 就跟外面卖 你扇子放这不能坏吧 古书生点点头 那我可没有钱 从您这儿进货 你看这儿画不暖了吗 你先拿着卖 卖挣了钱 你再还我们这还不行吗 哎呦 我可谢你 太谢你了 古书生只就是作义啊 好没有这些朋友 饿死了 心里话说 转天出去 我弄一大量口袋 前后插点扇子 出去卖出一把去 就算我赚的 我马上我这个生活就要起变化了 我就要走这小康之路 第二天 把这门打开了 往外一看 通云密布 乌云滚滚 喀啦一小的 刷 下起雨了 电子天 这怎么出去卖扇子 上个尺子 出一脉不临时呢 街上他又没有负面房 大一房子没有 没钱了 做不起负面 忍忍了 下场雨等雨停了 再出去卖 这雨下了一个多月 没停过 偶尔有停的时候 都是后半事 有些人出去卖了 接着没人 你说这可怎么办 判就判这天清 这一个多月过去 好不容易这天 天光大亮 万里无人 出去卖 把这扇子抖上出来 打开了一看 干了 怎么呢 人给写扇面画扇面这几位 手也快点 那个墨迹没干 你就把这扇子就合上 送到他这儿来 一个多月这扇子没打开 再打开一看 全都长毛 有的黏到一块 拆不拆了 等于这些扇子就全毁了 古书生死的心都有啊 怎么 卖牛肉 羊肉涨价 卖羊肉 牛肉涨价 牛羊肉一块卖 周康王一道指一天别 不许杀生 好不容易我卖点扇子吧 全都长毛了 卖不出去 我怎么再去敲我这几个朋友 家里边 那行了 这扇子一坏 马当姑娘 人后子不说 她这母亲 古老太太 你看着鲜花又来了 废物点心 说这儿子不长不进 你怎么就不知能拿出来 你晾晾呢 外不下雨 不留下雨 死心眼 这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拿着狠话 一句一句说 古书生说什么呀 跟妈降嘴 就说是后爸 是寂寞 没有那 跟母亲还能降来的 那早前来说这个 父母老家说一句话呢 如同圣旨啊 中国几千年都这样的孝敬父母 后来是解放以后呢 宣传的这个新制度 人人平等 这个小孩也有自由 前阵子我看这法治金融师 这个当奶奶在说这个孙女说这么几句 这孙女最后把这奶奶给告了 你说这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 过去哪有啊 当儿女的告父母 根本就不能有那个事 父母老家说你一句 你得听着 就说的不对 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你得受着 没有抬杠这些说 过去我们那会儿学艺 后台有这个明白事儿 失恶告 就说啊老师有说客气话 有人不懂那你得问 哪不懂那你得问 我们有明白事儿 你别问他 为什么 他那是客气话 你要真问 给他问住了 怎么办 没有你问他 只有他跟你讲 你听着就完了 我们有那不懂事儿 高老师上课 学岸班学校 站起一学上 高老师你这个菜单子不对 你琢磨高老师哪个皮鞋 从来不跟人抬杠的皮鞋 我哪儿不对 您给说一说 跟着学生我哪儿不对 您给说一说 就是说 你说那个菜单子后边这 有一尖窗户里 一百丫桶子鸡 这个高峰老师讲这点 他说应该是 鲜窗户里鱼 把鸭桶子鸡 为什么这个尖窗 高老师认为的不对 这是天年老先生 给他说的 说这个尖窗 这个尖字 在我们这行话里边 这是一句黑话 可能有老先生 抬上铺路了 就顺嘴说 这个尖窗户里鱼 把鸭桶子鸡 这是黑话 实际应该是鲜窗 没有尖窗 这么一个做法 是高老师讲课这么讲 这学生站起来 高老师你不对 因为我那个大厅过 我们有一朋友是厨子 他告诉我有尖窗这个做法 怎么怎么回事 他堂堂堂说一遍 学员班所有学员都愣着 我看这学生 高老师一跳打不过 你的对 你的对 后来我问高老师 你告诉他呀 这是哪个哪个老先生跟你说的 他给我们讲过 你告诉他 他这 他这说法不对 谁知道他跟哪个外行的厨子 打上来的 二十五 我不告诉他 怎么我让这小子糊涂一背 这就是高老师的这种心态 所以有这个长辈说晚辈 没有晚辈跟长辈叫嘴的 国外可以 中国 几千年来咱们流传的这个制度 他就是这样 天地君亲师 这就是人之五轮呢 你说跟上边人抬高慢嘴 现在人好跟自己家大人吵架 有的是 家大人说一句不对 我马上掉脸 跟活驴一样 哪有那个当妈的一说话 这儿儿子一瞪眼 那活鬼呀那是 不能那么办 现在人多半都怕谁 怕上司 怕领导 他不怕父母 对自己的父母不怎么尊敬 对领导很尊敬 领导说一句话 如同圣子一般 放个屁眼相似 古书生不是那样的 对自己母亲很尊敬 就说祭母 就说他这儿有些小心眼儿 说话 不着调 从来没抬高 马的姑娘也不说什么 时间一长了 这古老太太不找他这儿子的毛病 找谁的毛病 找这儿媳妇毛病 说这儿子也知道儿子笑话 这些年对自己也不错 你说的说不着了还是指着他呢 就说他现在做买赔 他就没有做买赔赚的时候 将来他要挣着钱呢 不得指他养活我们 不说的 没事儿啊 就骂这儿媳妇 今儿来了 做一顿中午饭 这饭菜炒咸了 饭煮硬了 怎么不合适 稍微有点糊尬 好 老太太就挑言 马的姑娘一句话不说 受了 忍着 为什么叫 这么说 这叫什么内锅去老爸怎么说来着 这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怎么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不是说这个姑娘 她大媳妇过来慢慢她当婆婆 岁数大了就叫熬成婆了 不是 这句老话怎么解释 她说的是一个人的心态 怎么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我当媳妇那时候我受不委屈 婆婆就对我不好 跟我不是一条心 自乎以来都这样 婆婆当时媳妇不一条心 现在好 现在人人平衡 早先不那样 实际这个姑老太太当年做儿媳妇的时候 她婆婆也没有给她什么委屈受 可能个别的时候说两句这个 这个稍微扎耳朵的话 说的话稍微狠一点 她就记得心里了 也不能跟上一辈人抬网 我当婆婆的时候好 等我有了儿媳妇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我当年受的委屈 我在你身上 撒